这些是家门口采到的蘑菇 来做成菌子油吧 强迫症的我是一定要洗一下 看不碎眼的就擀掉 刚才采回来没有及时给它清理 然后一直摊在这个上面 然后有点干了 干了以后它就变脆了 脆的就容易一碰全都掉下来了 洗了以后冲了水 它又软了 然后又吸了好多水 太多水了 然后给它用电风扇这样吹一下 你就吹个一会儿 然后晾了一晚上 第二天炸菌子油 这样水分稍微少一点 炸的比较快 但你也不能用干的菌子炸 如果干的菌子炸的话 会糊掉 晾了一晚上 这个水分刚刚好 要放多少油 你就得估算一下 这些彻底炸干以后 大概有多少体积 然后你就按照这个体积来放 大概这些油能没过那些机油菌 不要放心不打火就行 确定怎么要炸 假装放辣椒 火了热水泡了下这个瓶子 其实根本不用啊 因为打个碗状就行了 这个几顿就没了 忘了锁了 我还放了点 隔壁小孩都想哭了 这么多机油菌 只能做一小瓶君子油 nice